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法師 各位居士 大家好 請翻開講義五十三卷 大致五十三卷 一五零五頁 一五零五頁 這一卷是在解釋無聲品 主要就是我們大聖菩薩要悟得無聲法忍 要體悟無聲法忍 那這裡面施利福就請問須佛提 一五零五頁這裡 他說 那如果要得到或者是正得無聲法忍 要體悟不生不滅的涅槃等等 那麼到底是以聲法得到還是以無聲法得到 自己的聲法對照範文它是已經生起的法 已經生起的法 利用它來得到呢 或者是尚未生起的法來得到 修理回答說 它並不是以已經生起的法得到 所以我在追問 那難道是以無聲法來得到嗎 他說也不是以無聲法得到 那施利福再進一步問 那你不以聲法得到也不以無聲法得到 那難道就不能夠得到嗎 沒有得到這件事情嗎 照你這麼講 也不以聲法也不以無聲法 那是不是就無知無德呢 那無知無德對照玄奘大師的翻譯 當然就是無限觀無德 修理說其實並不是無知無德無限觀 它是有知有德 只不過不以二法 就不是以生法也不是以無聲法 不以二法 可是還是有知有德 但是說有知有德 它只不過是以世間名字故說 因為世俗地世間的名字 而說有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還有必知佛還有諸佛 如果是聖義地 如果在聖義當中 那就無知無德 因為聖義是十項空項 心形楚滅言語道斷 就沒有實在的虛頭丸 乃至必知佛還有諸佛 那聖義地我就問 如果世間名字故有知有德 那麼六道別義 也是因為世間名字故有 而不是以聖義故有 故有嗎 修理說是的 如世間名字故有知有德 那麼我們說六道有差別 這個也是以依著世俗地 隨世間名字故說 並不是聖義 如果聖義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彼此的分別了 何以故第一十一中 無業無報 無生無滅 無盡 無盡無垢 以上是論 是以生法得到或以無生法得到 底下再進一步 彈諸法無無生 施地福在問須佛迪 到底一切法 我們以肉眼來看 這個諸法有生住易滅 那這個諸法到底是怎麼個生呢 是不生法生還是生法生 就未生起的法有生嗎 已經生起的法有生嗎 好 希伯迪言 我不預令不生法生 也不預令生法生 這個後面論還會再解釋 那所以我又問 何等不生法不預令他生 吉伯迪回答 色受想形式 這些是不生法 因為自性空不預令生 意思就是說 色受想形式這五運等等 他都是自性空沒有實在的生 那十二處 十八戒 乃知無上菩提也都一樣 都是自性空不預令生 也就是色等諸法 乃知無上菩提都是自性空故無生 以上是談生法或者是不生法 下面是談生相或者是不生相 我們看一下角度八十四 極章的大品經易術 這邊提到生生不生生 以下 在談生相生還是不生 上論法體有無 經論生相有無 上論法體有無 就是講義1505頁的第一段 在談不生法 生法皆無生 自性空故 這有一個法字 不生法 還有生法 這談法體有無 那麼現在談生相有無 這就是生或者不生 就單純生或不生 這生相是有還是沒有 這裡提到 並不是生生也不是不生而生 主法無相故無生 色力福譽須虛佛迪 到底是生生還是不生而生呢 虛佛迪言並不是生生也不是不生而生 為什麼 生與不生這兩個法 不和不善 無色無形沒有對愛 它同樣是一相所謂無相 就生與不生 不要執著有一個生的相 或者是一個實在不生的相 其實是無相 因為無相 故非生生也不是不生生 這個後面論 我們等一下再看論的解釋 色力福譽須虛佛迪說 虛佛迪勒說無生法及無生相 虛佛迪說 我勒說無生法也勒說無生相 何以故 諸無生法及無生相 還有勒說及語言 這裡的勒說就是變才無愛的意思 那這一切法都是不和不善 無色無形無對愛都是無相 所以我就說 那虛佛迪你勒說不生法 也勒說不生相 那你所說的不生法跟不生相 這都不生對不對 那你能說的這個勒說 還有語言 是不是也不生呢 虛佛迪說 是的 何以故 色受想行是不生 眼耳鼻舌生意 這是六根 地種乃至四種 這是六大種 這個都不生 還有聲行 口行 異行 這個也不生 那六波羅蜜 乃至一切種子 都是不生 以示因緣故 我勒說不生法 意勒說不生相 那這個變才的勒說 還有語言 也是不生 就是能說所說 能權所權 都是不生 底下我們看論的解釋 明得道因緣 不以二法而得道果 而時 色利弗之 虛佛迪勒說 他變才無礙 沒有障礙 就問他說 如果一切法無生相 那麼這個無生相 怎麼去證得呢 到底是用生法來證得 或者用不生法來證得 這裡提到一切法無生相 我們看前面 1499頁的講義 就無生忍明 無生觀 這段經文 若菩薩摩薩行波爾波羅蜜 如是觀諸法 這時候見色無生必靜靜 見受想行事都是無生必靜靜 就是說見五印是不生 見我乃至知者見者也是不生 見六度十八空 四念處十八不公法 乃至一切種子 還有凡夫凡夫法 還有四雙八倍的聖者 或者聖法乃至佛 佛法都是不生 就是在談這一段 不管是人也是不生 法也是不生 所以回歸來 1507頁的講義 如果五印十二處十八界乃至佛 還有佛的一切種子等等 這一切法都是不生 都是無生相 在行波爾要知道他是空相無生相 那麼這無生相到底是用生法來得正呢 或者用不生法來得正 如果用生法得正 這生法就是已生起的法 已生起的法它是因緣合合而生 那既然是因緣合合而生的這些法 那是虛狂不實的 因為它一代因緣而有 這個在前面已經有種種因緣破了 那這個生法虛狂已經被破了 你怎麼還用這個生法來得正無生相呢 當然不成 又不可以生法得脫生法 你怎麼可以用這已經生起的法 來脫離這生法而得無生呢 你要得無生嘛 那你怎麼去用這個生法來得到無生呢 所以用生法是沒辦法得正無生相的 那麼有人又以為 那是不是無生法可以得正無生相呢 這裏的無生法就是未生起的法 就是前面所說的不生法 這裏就說到啦 未生 還沒生起的法 那未有法相 它根本還沒有嘛 一個還沒有的東西 你怎麼依著它而來體正無生呢 真的體正無生 它是並不是離開一切法來體正無生啊 對不對 就像觀空一樣啊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就在無印法等等來觀空 來觀無生 你這個未生起的法根本它都還沒有 你怎麼可以依著這未生起的法 而得正無生呢 所以須不離二法都不取濁 因為它都有過失 不管是生法或者不生法都有過失 底下一二地說 這句話很重要 在中文觀來講 世俗假名有 而聖意必盡空 所以我心裡這樣想 佛經說 有兩法來設一切法 有違法或者是無違法 生者有違 無生者無違 那麼須不離開 這個生還有無生 那怎麼來得到呢 如果說離開這兩個法 那你怎麼來說得到事呢 所以他心裡想 依著生法不能夠得正 依著無生法也不能夠得正 那難道無得到事也 都沒有辦法得到嗎 徐普李一世達羅漢行 無真三昧第一 但為菩薩故說無生 然後就回答社利弗 我說這個無生 但是你不要誤以為說 連得到的人都沒有 世故言有知有得 知得即是得到果之別名 現官或者是得果味等等 這都是得到果 所以只是不以二法得 但是其實還是有知有得 可以得正菩提 得正果味 徐普李 恐為前語故說 不以二法故 不是以生法 也不是以不生法 但是雖然說不以二法 但是其實還是有知有得 不過說有知有得 這是從世俗地來談 但為世俗故 說有徐普安 出二三次果 必知佛乃知佛 可以故 一切諸法其實是無我的 你不能夠說有一個實在的我 或者實在的徐普安 乃至實在的佛 從聖義地來說其實是無我 但是隨世俗來說 因為體正實相有深有淺 所以依世俗來說 有出二三次果 有必知佛乃知佛 所以今用我 這是世俗假明的我 眾生 來分別說有虛偷安乃知佛 這是誰世俗而說 復次未得法空故 那就分別說這是善的 那是不善 這是有為那是無為 這是在世俗來說是假明有 還沒有得法空的時候 那在地獄中 無眾生故 無虛偷安乃知佛 那法空就沒有出二三次果 乃知沒有必知佛菩提乃知佛菩提 所以眾生空法空的話 聖人還有聖法就沒有一個實在的自信 聖人跟聖法都沒有一個實在的自信 那麼何況凡夫呢 凡夫的六道 還有他們所造的業 還有果報 種種 當然也是自信空 沒有一個實在的自信 底下談諸法如生 問曰 須佛利以種種因緣定說不生法 之前 初初說 沒有一個實在的生 很多地方都有談不生法 那麼 為什麼 為什麼聖人佛現在還要再問 更問 不生法生 或者是生法生 這個是在講義1505頁 最後那個地方 前面是談 到底是以生法或無生法得到 這邊 施人佛在問 到底是不生法生 還是生法生 那這裡提著問題說 前面已經明白了講 是不生法了 為什麼現在施人佛還在問 到底是不生法生 還是生法生 達約 所以 須佛利上說得到因緣故 前面有提到 不以生法得到 或者不以不生法得到 施人佛得須佛利益 雖說不生法 而破一切法 為因緣故說 而心不執著 這無生法 事故更困 施人佛他 他不執著這個不生法 但是呢 想要再進一步明確地 讓大家了解 是 這不生怎麼樣得正 或者說這個法 到底是有不生法生 還是有生法生 其實以不執著無生法的心 來進一步問 又以此法甚深 欲令聽者寥寥得解 故更問 不一定是施利佛本身想知道 也有可能是為了其他的聽者 看這法 如果以肉眼來見 它有生起 那到底是不生法生 而是生法生呢 欲令聽者寥寥得解 所以更問 再來 上問得道刑法 上問得道刑法 就是 講義1505頁 上面那個地方 上面是 問到說 以生法得道 或者是以無生法得道 你得道的因緣 到底是生法還是不生法 得道的刑法 那現在 是總問一切法 雲何生 不只是得道不得道 即使不得道 那一般的這些法 到底是不生法生呢 還是生法生 那如果用慧眼來觀 慧眼是觀空 就能夠知道一切法皆不生 不過如果說 以肉眼 今現見諸法有生 那就問說 這諸法到底是怎麼生 西伯利答一切皆無生 你問到底是不生法生還是生法生 他說這兩個都不對 若生生 這個生就是已經生起的法 生法已生不應更生 已經生起的法 已經有了 不應該說它又有生 如果生法又有生 那生生則無窮 已經生起的法 不應該更生 那如果不生而生 這裡就說 這裡的不生是未生起的法 這生法未有 就是法都還沒生起 那法都還沒生起 你不能論說它怎麼個生 生法未有故 不應生 那有人就主張 生是半生半不生 然後論主說 這個其實也是不生 就一部分生 一部分不生 如果一部分生 那代表說這個是已經生起了 那那個過世跟剛剛所談的一樣 已經生起了 那不應該更生 如果還沒生 那法都還沒有 那當然就無生了 所以如果主張 一部分生一部分不生 那它就同時有前面那兩個過世 有以生或未生 這兩種過世 是故須佛提不用肉眼見 因為用肉眼它不能夠通達 這法是怎麼生 那其實不應該執著 生法來生或者不生法生 這生法跟不生法 這二法都不取著 那只能夠說 這個生是如患如夢 從虛狂法生 那因緣合合 沒有一個實在的自信 因離 因不取向 就是這如患如夢的生 那不應該取著 有一個實在的生法 也不應該取著有一個實在的生相 所以我問 何等法二 聚不受 就是說 什麼法都不取著呢 那以生的法不應該取著 未生的法也不應該取著 西伯利以釋地故說 色乃至一切種質 畢竟不生 自然空相 不欲令時中有生 就在第一當中 其實它是無生 那 就是諸法是自向空 它其實是無生 若是地 從是地 是地虛狂來說 有生 不過這個生 並不是一個實在的生 它是如幻如畫如夢 這樣 底下談 這個再解釋 下一段 就1506頁 師弟佛在問徐佛迪 到底是生 生或者不生生 這討論 是不是有一個實在的生相 那徐佛迪說 非生生 也不是不生生 諸法無相 互無生 為什麼不生呢 所謂不和不善 一向所謂無相 那 到底生相跟生法 是相同還是不同呢 底下解釋 有人說 這個生跟法是不同的 有一派主張 生是常 所可生法是無常 他認為 他認為生 生相是常的 那 已經生起了法 這是無常 那如果以 所以切友部來說 所以切友部主張 這個生 是不相應刑法 不過他還是有違法 還是有生命 那哪一家主張 這個生是常呢 在大壁菩薩論 卷38 那邊有提到 大正27冊 大正27冊 1 9 8 夜 上南到中南 那邊有提到 分別論者 原理學派 他叫分別論者 他們主張 諸有為相 皆是無為 他認為生 助滅 都是無為 都是常 所以智論這裡所說的 跟分別論者 主張生是常 有些關聯 達者以生 法 不義 就是說 你生相跟生法 不應該說完全沒有關聯 因為你說生法 其實已經 已經有說到生相了 這生相不能夠離開生法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說 有一個美人 那這個美人 離不開美 美貌的這個相 對不對 你離開了這個相 那個人怎麼美法 就美不起來了 所以我們同樣說生法 那年代他其實已經說到生相 不能夠把生相跟生法完全隔開 生不生如上說 好 底下稱叹樂說無聲 所以我聽西伏黎怎麼來說無聲 直到西伏黎愛要無聲法故 我告訴西伏黎說 你真是愛要說無聲法 那西伏黎他心受之無愧 因為他所體正的空 體正的無聲 他是正確的嘛 佛也是這樣體正空 體正無聲 並沒有過失 何以知之 西伏黎一致說 無法可合 無法可散 無形 無色 空一相 所謂無相 所以雖然是熱說空 熱說無聲 但是對這個空相也不會執著 不會取著 空相都不會取著 那其他的相當然更不會取著了 師弟佛就更加地讚嘆 你熱說無聲法 即語言皆無聲 是真實清淨 就是說不只是熱說無聲法 熱說無聲相 連熱說還有語言 也都是無聲 都是清淨 如果熱說跟語言不是無聲 而只不過是外物無聲的話 那就不夠清淨了 你所全的這些無聲法 無聲相 這是無聲 只是一半清淨 那你能全的這個熱說 變才還有語言 所用的語言來稱讚這些 如果不是無聲的話 那清淨只是所這一邊 能這邊並沒有清淨 所以說 熱說跟語言 其實都是無聲 也是清淨 西伍迪即富壽起贊 達設立佛 那不只是熱說語言是無聲 那色乃至一切種子 也是無所生 就一切法都是無聲 底下我們再繼續看經 設立佛就讚嘆西伍迪 說西伍迪於說法人中應在最上 西伍迪只要有人問他 他都能夠隨意回答 讚嘆西伍迪是說法第一 那這個地方論會再進一步來談 其實佛說地址各有各個第一 許伍迪他是什麼第一 解空第一 說法第一是誰 佛羅納 應該是佛羅納第一 那為什麼設立佛 他來讚嘆許伍迪是說法第一呢 這個後面論還會再解說 許伍迪言諸法無所依故 這依除了依止也有談錯的意思 好 雲何諸法無所依 底下就談 設性常空 受想形式性常空 就設的本性是空性 他不依內外 不依兩中間 因為在十八空的地方 有提到內法空 內法是空你怎麼依內 外法空 外也沒辦法依 中間是 內也沒有外 哪有中間 五韻是空 六根眼耳鼻是深意 性常空 六臣 色聲香未觸法 性已是常空 六度 十八空 四念觸乃至一切種子 性常空 都是不依內 不依外 不依兩中間 以是因緣故 一切諸法無所依 性常空故 如是設立佛 菩薩行六度時 因當靜 五韻乃至 因靜 一切種子 那什麼是靜呢 這後面論文解說 因靜色 就是說令色必靜空 這就名為清靜 所以這個靜 清靜其實是空的別名 怎麼叫令色靜 不是天天讓它擦洗 讓它乾淨 不是 就是令色必靜空 不要有絲毫 執著它有自性 能夠觀乃至一切種子 畢竟空 那才是真正的靜菩薩道 以上主要是談無聲 那底下再進一步討論 去向無聲之方便 怎麼樣去向無聲呢 那這裡分成兩大項來說 第一個就是行六度來進菩薩道 菩薩它要證得無聲法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在依這個無聲法人之後 沿途熟生 所以菩薩主要行法 是行六度 進菩薩道來去向無聲 那第二個 在講義1511頁 下面瓜五二 行三十七道品等 乃至十八部共法大慈大悲 而開菩提道 經這個地方用了兩個語詞 一個是靜菩薩道 一個是靜無上菩提道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論後面也會討論到 我們先看經 我們先看經 總標六度有世間的六度 跟初世間的六度 瑟利虎就請問 菩薩摩薩雲何行六度十 進菩薩道 修理說 有世間的六度 也有初世間的六度 瑟利虎在問 那什麼是世間的布施 什麼是初世間的布施呢 底下舉世間的布施 跟初世間的布施來解說 其他的五度以此類推 首先談世間的布施 首先談世間的布施 說有三愛有所依 三愛就是它製作有布施的人 還有受施的人 還有所施的物 這三者 那初世間談就是三倫體空 不見施者不見受者 所施物也不可得 那連布施所得的果報 他也不期待 不會去執著布施的果報 這就無所一 好 我們回過來看世間布施 這經文 西佛里人如果菩薩摩薩做施主 他布施給沙門 婆羅門 貧窮 乞丐 給他飲食 給他飲食 需要衣物 給他衣物 臥具 防射 醫藥等等 外財的布施以外 現在呢 自己的頭目 手足 內外之物 全部都布施 那這樣的布施的時候 如果心裡有這樣想 我給他 他拿了 那我不欠貪 我是施主 我能夠捨一切 我隨佛的教化而行布施 我再行布施波羅蜜 這樣的布施 他是用有所得法 與一切眾生共之 而回向無上菩提 就是說他並不是以無所得為方便 他還有執著 他心裡這樣想 用這樣的布施因緣 令眾生得金釋樂 之後令他入涅槃 那因為他是以有所得 來布施 來回向 所以他就有三愛 就執著我布施的向 布施者的向 他接受布施他人的向 還有所失物的向 執著這樣的三項故事 那就是世間的布施波羅蜜 就嚴格來說 還不足稱為波羅蜜 但是這是隨世間來說 和因緣故名世間 於世間中不動不出 世間布施波羅蜜 不動不出這個論還會解說 他意思就是說 從世間而出離而超越世間 如果說不能從世間而出離 不能超越世間的話 那就是世間的六度 好 那相對的 什麼是初世間的布施波羅蜜呢 就是三分清淨 菩薩布施的時候 我不可得也不見受者 失誤不可得也不見受者 失誤不可得意不忘報 我們對照角柱113 顯像大師的翻譯 作菩薩摩薩行布施時三輪清淨 就是三輪體空 一者 不執著我是施者 二者 不執著彼為受者 三者 不執著施及施果 所以從這裡來看 不執著施 就是你所布施的這個物品 不會起分別心 這個比較高貴的 比較稀有的 我自己留著 那一些太多的 那我才布施 不值錢的我才布施出去 這是所施物 但還注意喔 還有一個施果 也不應該執著 不要去想說 我這樣的布施 我可以得到 什麼福樂 好的名聲 或者是什麼樣的果報 這個也不執著 這就是羅史翻譯的 施物不可得 這是 不會分別物品的貴賤 也不忘報 施的果報也不執著 那這才是菩薩摩薩 三分清淨的布施菩羅蜜 復次 菩薩布施的時候 施給一切眾生 那眾生也是空 也是不可得 以此布施 而回向五上菩提 乃至不見微細法相 這樣 就名為出世間的布施菩羅蜜 可以故名為出世間 就能夠從世間 能夠超越 能夠處理 這就名為出世間的布施菩羅蜜 其他的 慈戒菩羅蜜 如果有所依 那就是世間的慈戒菩羅蜜 無所依 那就出世間的慈戒菩羅蜜 其他的忍辱 精進禪禪定般若都是如此 如是菩薩摩薩行六度時 靜菩薩道 就靜菩薩道 那底下又問 那雲何菩薩來開無上菩提道呢 西部里說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 這個三十七套品 這是無上菩提道 三解脫門 這個也是無上菩提道 那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起個疑問 這個三十七套品 三解脫門 這應該是共二聖道啊 為什麼是無上菩提道呢 其實有一個重點 這個論會解說 其實應該以無所得為方便 來修這三十七套品 三解脫門 還有以大悲為上手啊 還有一切自製相應做義 要這樣來修才是開菩提道 那後面十八空 一切三昧門 陀羅尼門 還有佛實力是無所謂 乃至十八不公法 大慈大悲 這是佛功德 這當然是無上菩提 特別是佛的這些功德 這當然是開無上菩提道 四明菩薩摩薩 來開無上菩提道 好 我們底下看論的解說 問曰 五百阿羅漢佛各記說 他們是第一 就各有特長 設立佛是什麼第一 智慧第一 木劍蓮呢 神通第一 道家瑟呢 陀陀第一 須埔第一 解空第一以外 另外我們稱他的五針三昧第一 某何家瞻眼呢 論意第一 分別修讀第一 傅羅納 他就是說法第一 其他阿難尊者呢 多聞第一 尤波禮呢 磁律第一 羅後羅呢 密行第一 阿難律呢 天眼第一 十大地子各有他的特長 那明明傅羅納佛記說他說法人第一 那麼現在設立佛他應該智慧第一 那為什麼會說錯話呢 這外人在問 應該西伯蒂是解空第一嘛 傅羅納才是說法第一 那為什麼聖以我讚嘆說 修伯蒂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呢 這外人 他也喜歡抓把柄 答曰 佛語 佛眼 觀一切眾生 立根 頓根 酬良一切法 總相 別相 就是共相 或別相 隨其所得法 各計說他第一 佛說的應該是沒有錯了 那傅羅納於四眾中 在家男眾女眾 出家男眾女眾 用十二部經 種種法門 種種因緣辟說法 能利益眾生第一 佛羅納說法第一 這個沒問題 虛伯蒂常醒無爭三昧 與菩薩同事 菩薩他也是要無爭 菩薩他要利益一切眾生 不能到處跟人家起紛爭 那這個無爭其實也是空 那虛伯蒂解空第一 菩薩他也要觀空 不只是眾生空也要法空 所以虛伯蒂所作所為 菩薩其實他一樣也是要無爭 也是要空 所以說與菩薩同事 那麼虛伯蒂巧遍勒說一種空向法門 聖傅羅納 所以論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法第一 指的是特別論空法的時候 說空法的時候他是第一 在說空法這一點上 他勝過傅羅納 下面有個譬喻 譬如巧師多有所能 師 當然法師 老師 是師 其實工程師 這些師是指專精某種記憶的人 那有的人他多采多義 多有所能 所能多顧 譜不惜經 就是說他懂得很多 但是如果說以維系 精系來說 有時候倒不如某一方面 特別專精的人 並沒有他那麼樣專精 如有人天能一世 則必盡其美 那傅羅納就是這個巧師多能 那徐伯迪他是偏能一世 就是常好要行空 所以他平常是解空第一 那麼這樣的來巧說空 那當然徐伯迪對於說空法這一部分 當然就比傅羅納更善巧 是從這個意義來說 是故瑟利伯聞須伯迪巧說空義 便讚嘆說 你於說法人中因為第一 指的是巧說空義 你是說法第一 瑟利伯見須伯迪誰所問皆能答 如風行空中無所掛愛 那瑟利伯這樣的讚嘆 須伯迪呢 他也不牽持也不愛做 會顧安利平時好人相顧 他還是很平穩 也很踏實 好人相者不自贊不自毀 不會只是自己稱讚自己 也不會虛偽或故 就是來假意 在別人面前說自己哪裡不好不好 那對他人呢 也不虛偽的讚嘆 更不會惡意的毀霸 底下分別解說 為什麼好人不自贊不自毀 與他不贊不毀呢 若自贊身非大人相 不為人所贊而便自美 你自己讚嘆自己 別人都沒有讚嘆你自己自以為很美 那是你自己得意而已 是不是真美是誰知道 其他都沒有人讚嘆了 自以為美 自己美化自己 這個非大人相 若自毀是絞疏人 這絞就是不實的意思 妖滅不實 疏又毀壞 或者是墮的意思 那合起來 若自毀是絞疏人 假意在別人面前 自己說自己哪裡不好 也說是虛偽 謙虛過度的這一種 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若毀他 就是惡意重傷他人 這是禪賊人 若讚他 這個讚並不是真誠的讚 他是虛偽 慘媚 奉承 不實的 這是慘媚人 而虛偽禮說無神法庫 摄利佛他這樣的讚嘆呢 他不是這四種的那種讚嘆 慘媚奉承 他不是 他是真誠的讚嘆 他不是慘媚 好 底下 虛偽禮以摄利佛實戰 故不遷 不遷持 又以斷法愛故 心不高 意不愛做 這兩句就是在解釋上面的 虛偽禮不遷不受 摄利佛他是真實的讚嘆 那他確實 虛偽禮也是體悟無神法 而巧說空義 不遷持 那斷法愛 他不會高慢 也不會愛做 但達無障無愛因緣 就是為什麼他能夠 無障無愛呢 因為一切法無所依止 無所依止故 無障無愛 無所依止意如先說 如卷二十六還有卷四十一 那邊所說 此中虛偽禮之說 內法空故 摄不遷子內 而外法空故 摄不遷子外 就不遷內不遷外 那兩中間可以一嗎 中間無所有 沒有內外 那哪有中間呢 中間無所有故 摄不遷子中間 那不只是摄 乃至一切種之 也是不遷內外 兩中間 若菩薩知一切三界 無常空護 不遷子三界 而時 煩惱折薄 能夠盡 菩薩道 是故虛普里說 菩薩行六度 應盡色 乃至一切種之 這個在解釋 行六度 應該盡色受相形式 乃至盡一切種之 乃至盡一切種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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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